距离上次拍vlog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拍点东西 我呢特地是坐着公交跑到了特别远的一个地儿 选了这么一个景 希望今天的满月呢 能够从整个这个哈森样子这样升上来 那就最完美了 拍照片的旋景呢其实是挺重要的 您看从这块看过去之后呢 前边有一些码头的柱子 然后远处呢是曼哈顿的哈森耀兹 左右非常微小的移动都会让这个楼移动之间的错位感 会产生非常微小的变化 所以在拍摄前呢需要对拍摄点进行一个踩点 您看如果在这个角度拍呢 就会有这么一个杆子扫好看 所以呢我们得找一个没有这种遮挡的位置 然后刚好远处的这个帝国大厦又在这几栋楼的中间 看看今天带的东西吧 两台相机一个呢是70300一台XT3另外一台XT3呢搭的是这个 1655因为这个距离呢还是挺远的 所以广点景说呢就会显得建筑都非常的小 那么广点景说应该就不会用上了 所以呢计划是这两台相机呢分别拍两个 一个呢是大的全景 另外一个呢就是关注在建筑的特写上面 带了这么一个八爪鱼 把这个摄像机能够卡在这上面 之前介绍过的来图LS324C和LH40的这个云台 这种码头呢为了不会被这个路人打到我这个三角架 通常呢我会把这个两条腿这样放 然后其中一条腿呢穿过这个两端 正好到这个外面有个小平台 然后呢我这个三角架又不会碰到这个栏杆 也就是说有人过来晃动这个栏杆的话 它不会碰到三角架 这台相机呢采用三分法构图 正好把这个水平线放在了这个九空格的最下面这个线上面 然后呢对焦放在了远处的这个建筑上 光圈我觉得可以用到11 ISO把它降低一点 这个镜头有点松了 所以它呢会自己的这样变雕 为了安全呢我平时就是勒了这么一匹筋 让它别自己动 因为有时候拍着拍着它可能自己就变雕了 麻烦了 这个机位呢准备拍一个日转夜的演示 现在呢差一刻六点晚一点 今天的日落是七点半 所以呢我预计从七点半拍吧 所以呢把这个快门线就给它了 因为其实我就这么一个拍了 这个场景我觉得其实可以用一个线边滤镜 我觉得安全的观点 joy can't see 这个羽毛最大 这里面的性豪 insight 它这是一个 ça buddy 这ından Drive 芭芝 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张使用了渐变滤镜 这一张没有用 可以看到使用的这一张天空和水面的曝光比较接近 而这一张明显天空要浅 水面要比较深一点 所以这个0.9的渐变滤镜 主要的作用就是压暗天空 让水面的曝光能够提高 但是天空的曝光能够暗下来 因为风太大了 这个长焦镜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然后我还给它用了一个很细的三角架 这个三角架其实稳定性还是挺好的 但是由于风很大 由于它用的长焦 现在已经用到了200多的焦段 有一些轻微的抖动的话就像上次那个失败的案例一样 拍出来的效果就没法看了 我呢是希望这个月亮能够从整个的帝国大厦中间这样穿过来 那我通过软件计算的它的行动轨迹会是这样的 那么不知道真的实际上呢 它会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个东西我真的是觉得我受够了 以前觉得还挺好用的 现在呢觉得特别难用 绑在这种上面的怎么都绑不紧 尤其是这个塑料版本的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呢 稍微的慎重的考虑一下这个东西 而且您看这个造型 有强迫症的话 总是想把它一个一个的给掰直了 看着就让我觉得心里 哎呀还不爽 哈哈 所以呢下一次我决定不再带它了 正好我那个 pocket也没电了 所以呢我就先不用这个 因为现在距离日落呢 还有半个小时 也就是进入高等二位黄金小时的这个时间了 来了差不多有五六个人 刚刚那边那几个摄影师呢聊了两句 他们也是跟我一样用这个手机APP测算了一下 觉得在手机APP上面显示呢 这个月亮会一直从安派尔帝国大厦的顶端呢升起来 但是呢我们现在谁都不太确定 所以呢在这所有的摄影师呢都是在等 今天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奇迹 我们一会儿就看见了 风实在是太大了 把这两个相机呢 交换了一下 用它来支撑这个 长调 把广角的这个相机呢 换到了百诺的这个三角架上边 越来越多的人了 越来越多的人了 那边都是人 这是我的 这边还有两个人 那边人比较多 刚刚落下去 这个天空颜色特别粉 我觉得特别好看 像这个 没过来一个人呢都问我们 你们这干嘛呢 使用快门线跟不使用快门线的这个拍延时的区别呢 就是如果用这个相机内的自带的间隔快门 这屏幕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它的时间和现在拍到了多少张 然后连击任何一个键呢 都会取消拍摄 但是呢 如果用快门线的话呢 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并且呢 还可以随时的回看 它并不影响这个快门线的工作 但是这台就只当是盲开了 要坏事了 现在呢 远处地平线位置呢 出现了很多云 感觉雾蒙蒙的 也可以看到现在 这些都是 应该都是云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这儿的 所有的人都在担心 是不是今天的月亮呢 可能就看不到了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间 月亮应该已经到达了 这个高度 但是现在它并没有出现 现在已经是八点了 但是这个月亮呢 还没出现 所以 很遗憾 非常有可能今天晚上呢 就拍不到这个满月了 好在呢 这台小弟拍了一个纸轮 也很远迟 这个呢 看了半天 是 现在正在拍摄的是 帝国大厦的 顶端的灯光秀 就当今天是来拍它的了 好了 其实此时此刻的夜景呢 非常的漂亮 如果能有那个月亮在的话 肯定特别的完美 但是呢 总是会有遗憾的 我把尖隔快门改成了两秒钟 因为这个月亮移动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这个手机APP呢 比实际这个月亮移动的位置呢 要偏离了很多 它本来应该是从这儿升起来 但是它现在却在这儿 偏离了有半个画面这么多吧 300毫米的焦距 等效焦距457 可以看到的月亮是这样的 还是不够近 现在周围的人都差不多走光了 我是第一个来的 最后一个走的 我呢 现在是在等这个月亮 升到我这个画幅之外 因为它现在还在这个 我的画幅边缘 如果现在就停了呢 这个视频可能看上去 就有点不完整了 所以为了让它完整一点呢 我想它升高了之后 再停下来 这月亮上升的速度 其实是非常快的 从刚才月亮升起来 到现在呢 其实连一个小时都没到 它就已经爬了这么高的高度 所以我猜想还差这么点的位置 应该也就十分钟的时间 它应该就会走出我这个 视线范围之内了 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